陳柏惟被罷免三陣 但基金黨這支社區棒球隊 還有人能上陣代打嗎 轉頭點將 陳柏惟背後這兩位 一個是他服務處的發言人 李宇珍 另一位就是黨新聞部的主任 張柏惟 面對下一站立委補選被清點 全都不畏戰 基金黨想化罷免 悲憤為力量 但選罷法 參選門檻這一關可能過不了 原來李宇珍跟張柏惟 戶籍都還在高雄 三個月內牽戶口來台中 勢必來不及 但基金強調補選這一仗絕不缺席 民進黨台中市議員張家安 反二霸一路上也力挺陳柏惟 這位青年履歷 也被點名是補選明日之心 很謝謝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 那也肯定我 那我相信沒關係 就是在人選方面的話 評估完之後 人選大家就會知道了 基金黨他們那邊先討論 先決定 那當然之後民進黨這邊也會做討論 也會做決定 那如果黨這邊有需要 那我們當然會扛起責任 在我們選區的六個議員都是可以馬上就可以這個馬上應戰 也會跟基金黨來尊重他在做這個協商 民進黨中二選區 無論抬轎或坐轎也做好準備 無論基金黨民進黨誰推人參選 必定團結範率整合 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力量 好 其實這個議題發酵之後 接下來大家都在看 明年一月份的補選 到底誰要出來選 那你看這個歷史 攻擊兩千十三年 十三年的時尊 當時是民進黨的陳世凱 對上國民黨的言寬恒 當時言寬恒很重 那陳世凱其實就當時是輸了 不過下一屆他再次的捲土重來 捲土重來之後 也是輸 兩次了 那後來呢 就是2020年的時候 民進黨就禮讓跟基金黨 禮讓基金黨陳柏惟對上了言寬恒 當時 剛才我們說了 當時這個民進黨聲勢大好 小英總統帶領大家 所以他就中了 所以接下來 第一個民進黨如果再推陳世凱 有可能嗎 那另外 國民黨如果真的又推延寬恒 那真的會贏 因為都有曾經打過敗仗過 那這個部分 所謂補選人選的部分 就要問也打過選舉的這個民佑 什麼人比較贏 我是覺得這樣子 民進黨你看他每一個三個 柏惟跟陳世凱我先來比較一下 世凱是很認真的一個議員 尤其在那個選區裡面 但是你看柏惟是夾在著大選的氣勢 而且他很早開始包括媒體聲量 網路聲量都一直在竄起 所以那時候他本來就聲勢非常看好 加上大選的時候 包括總統的效應 那時候很多不管藍綠 不管政黨應該是說不管激進或民進黨 氣氛反送中 對 等等 那整個氛圍裡面就是希望他能夠去戰敗 一直戰不贏的嚴家 所以你看那時候的差距 你看其實警察都幾千票而已 包括這次白費也一樣 四千幾票而已 包括陳世凱你選的時候 你注意看他的所有的選票變化 其實也都幾千票而已 幾乎都是五五波 對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恐怖在什麼地方 其實你如果要在中南部生活過 因為我以前住在台中 我開始驚慧體的時候 是住在台中的 你在台中生活過 你就大家知道說 他們那是白色暗的 什麼叫做白色暗的 人情啦 人情啦 那何上都會感動嘛 尤其會首的地方 這次最重要的觀點是什麼 決定要讓年輕人返鄉投票 這個過程是最後半個月才發起 你應該早一點就發起嘛 我當然不是在事後諸葛啦 你如果早一點發起的時候 開始把那個抗中保台 那個力道拉高 這一次或許就會成功 可是當然民進黨都是尊重 激進黨的一些想法跟策略 也都是配合 但是我回過頭來講 嚴家在當地 他是綁得非常緊的 而且時間又那麼久了 對 而且你可以注意看到 不管語音敗票 嚴親票親自錄音 這樣喔 靠近一桶一桶 再來你扮作燈火 他也是清新到尾了 再來你看三部兩部一個看板 誰有這個財力 花那麼多錢 做看板 對 所以你知道說 這個你說 你像剛才委員說一個max 你能有那個財力去做這些事情 我先問這樣 一定會有人支持 對 後面一定會有人支持嘛 所以他這次面對的 不是只有一個嚴家家族的勢力而已 他後面還有中國國民黨 還有人說還有共產黨 但是我說地方的民情是不一樣的 你跟陳士凱在選的時候 我一陣子去幫他走過 騎台過了 但是你注意看 台下腳那個 歐吉桑 歐巴桑 你講的時候 我說沒有啦 我們人 他的人家 彭哥做 服務是做得很好 我說嚴家做得非常好 你卡他們整個服務所都會幫你倒用 我們只說一下而已 他都水災 都知道要來 那為什麼 粉身桌 你看 國立你這百個好寫 林長啦 理長啦 社區發電業的理事長啦 他就幫你告票就好了 這叫地方派系的綿密組織 對 他就幫你告票就好了 這次大人求情 他就說你也不一定用買票 有人說你買票很厲害 如果買錢 你也不可能大家都夠為 人家不一定不買票是用服務 對 有的人會覺得 不去投也不好意思 李長就來拜託 理事就來拜託 宮廟主委也來拜託 不然我們也去騎 你如果不去投 有人再去你家 幫你投給你一個 你有去投票嗎 所以你看這次的投票很高 決策點你都會 決戰點你都會 照理說陳柏惟的氣勢 應該是全國性的 但是這些人 包括我旁邊發到 學校要搶手 開記者會也開 節目也說了 風門也風門啊 但是我們都沒有投票款啊 因為他投票款就是他們的選區嘛 屬於上這個會的投票 就覺得我們台中第二選區很燙 對 很踴躍啊 所以你看他們都是 溫罪組清外方釋嘛 你包括他這一次是跟陳柏惟 你選的時候 兩千二十年一回 你注意看 人家都也是好 沒什麼動作 像想說溫調的 因為我做得這麼好的溫調 你說當時跟陳柏惟選那會 對 人家太大意的意思 對 你看嚴寬恆 他什麼動作都沒有啊 什麼媒體該怎麼樣 上爭論節目怎麼樣 他都不用 好像是說我地方都顧得很好 可是大意就施金周嘛 因為人家怎麼知道說 總統的氣勢這麼高 整個選舉的氛圍這麼高 所以他就不正常輸掉了 但是這次不一樣了 他這次知道說 上次的錯誤在哪裡 這次不可以再翻了 這次又輸就沒有了 對 所以人家一定是攻擊 有一個故意的勢力 我不會去怪陳柏惟的原因是什麼 他是一個性質的人 包括他們怎麼抹滅 他做人好的事情 他有在那裡嘛 他起的性質說 有啊 我當初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性質面對 有的人說沒有啦 我沒有啦 有的人有什麼問題 都不敢說嘛 但是他都性質面對 這是我責任的地方 但是在戰略 戰略面頂 我是認為說 當然還有檢討的空間 但是我看網路上 有一些人你也民進黨 我感覺沒力了 我只看幾個議員 包括陳士凱 張家安 你拿一批做單位 你跟他看人 你想辦法製造那個氛圍的時候 大家是沒人沒命你走 如果全部的代算你走 他這次不讓他罷了 也是你走 所以人地方的民意代表是走到這樣 所以有網路上 有人你罵民進黨 我看不合理 怎麼會 因為有人說你看你民進黨就是怎麼策略模糊 策略錯誤 對 策略錯誤模糊 那地方沒動 胡說八道 為什麼我說胡說八道 我都知道他們在動 想盡辦法 所以地方的民進黨是有在幫忙 可是全國性的民進黨 並沒有那麼大張揚的概念 因為我覺得民進黨中央策略是這樣 你要讓民進黨的覆水組織 因為你要想陳柏惟 陳柏惟今天講一句話 我覺得這個太厚道 他說我再蔡英文總統 本來就沒同隊 對啊 因為我們是基進黨這隊的 他說台積隊 台灣基進黨這隊 有人說選前置業 那天晚上辦了音樂會 我們都沒有人不正常騎台 而且這個策略錯誤之一 他有說請民進黨不要再來 他有這樣提到 民進黨 我們也不可能 好像很不見識 說沒有 死也要跟你騎台 不可能 你一定在尊嚴 他就說沒有人對的嘛 骨骷就對了 對啦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些事情你網路最不可以去黑白宮 這樣啦 這是我比較在意的地方 因為人家就幫你幫忙 你還怪民進黨沒有幫忙 這不合理 當然 再來另外一件事 就是這個不便的問題 我跟民主就是這樣 尊重 為什麼尊重 保免法就當初是這樣 就是這樣 再來要怎麼修改 可以再來討論 你看王浩宇 一萬八千幾票 動算叫八萬幾票保免 你看香港有這種道理嗎 再來這次台中也是一樣 我是認為說 我們的雙擊保免法 有討論的空間 但是不是這個時候 因為是我們家的 我們跟時代力量合作家的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沒有討論的空間 未來檢討說一支一支 我們看黃姐 黃姐那人很聰明 跟民進黨合作 我們作為打才有可能贏 雙擊就是這樣 你一定是要合作的 所以黃姐那時候孤立無援 說你看民進黨 他當然就全力的去支援 因為他也不代表小黨 他就孤立無援 他也退出時代力量 所以大家去檢討 這些聲浪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要很理性 去看待這些事情 未來 未來 他在台中幾個議員在那裡 包括陳世凱 張家燃 林德什麼 在地 都在地 都要在那裡經營 未來這區要補算 三個月 他說你說那裡的預測 其實我說 公親的雙擊最難的 你給坐在那裡 你要不然在台中七 你要說幾包也不說 台中第二選區 基進黨都沒人算 沒有人戶習在那個地方 可是我覺得陳柏惟說 基進黨不會缺席的話 那是未來要合作 未來要跟民進黨合作 我覺得未來是不是能夠合作 有合作的空間 我覺得要有合作的空間 你不可以移屈 說沒有這個天下我怕的 那基進黨跟民進黨合作 那民進黨推自己的人 不就就好了嗎 因為基進黨也沒人 沒有第一個 我先講一下 可以嗎 第一個那個民進黨 一定是尊重基進黨 如果基進黨在臺中二選區 可以派出人的話 我想民進黨也會全力支援 那如果他們覺得說 沒有什麼合適的人選的話 譬如說戶籍 有幾個很超強的戰將 可能戶籍不在臺中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會退而求其次 但是民進黨要找人出來的話 大概是採取徵召 就是現在可以馬上上陣的是 哪幾位 就是剛剛明佑點名到 就是在地的有三四位 我們民進黨的議員 在地是台中市嗎 台中市如果是有在 因為他裡面有 橫跨兩個選區 橫跨三個選區 所以張家安 陳士凱跟林德宇 都有三個 沒有其他人 就是三個挑一個 應該這幾個 我們記得六個 還有很多的議員 都有在這個沙烏大烏龍 這個那個林德宇 張家安 陳士凱 楊典中 王立任 六位議員的可能性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那我要再補充的部分 就是說 其實如果要在這麼短暫 時間內找人出來徵召的話 確實比較困擾一點 但是不要忘記 過去這兩年當中 在這個選區裡面 增加出來的年輕 或外來的人口 大概有兩萬人左右 有這些大家 很多那個年輕人 我不知道 那個地圖 高鐵在旁邊 新社區很多 因為有新社區 人口進去 如果可以鼓吹 他們出來的話 其實不是 沒有一戰的可能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不要說長他人志氣 然後就滅自己威風 我覺得每一次 就好像上一次 二零二零的時候 人家也覺得說 原家那麼強 陳柏惟那有可能上 而且陳柏惟是從高雄 北上到台中去的 他還是上了 不管是什麼原因 自己的努力 或者是因為有 總統選舉的效應 這都有可能算進去 所以我是覺得說 民進黨既然是一個 大黨的話 我們一定會展現 我們的氣勢 不管是跟民進黨合作 或者民進黨自己派員出來 絕對不會未戰 這次我們看到3Q通過了 國民黨其實真的是很開心 因為接下來他們的目標 包括了四大公投 還有罷免林長卓 會成功嗎 稍後回來 不工作 不工作 又不會也會心想 說法 你說我早養一個忙 我說你忙什麼 她知道說 我看到 有誤字 在我那個 那我那個 中文